前台中市长张紫元上午家属为他举行的追思会 包括了台中市长胡志强 以及民进党前后任的秘书长林嘉龙还有苏家全 三位可能角逐大台中市长的任命人选 都先后到场致意 政治位十足 老市长的追思会现任市长胡志强当然要来 不过现在最有可能代表民进党 征战大台中的秘书长苏家全 怎么也来了 莫菲已经确定由苏家全披挂上阵了 我今天是特别代表党中央来的 针对台中市的这个市长的人选 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案 苏家全拒绝表态只说交给25号的中指会确定人选 没有确定我不便去评论民进党内部决定什么人选 国民党确定征召胡志强近来平平拜会台中县地方大佬 而近14年的林嘉龙为了党内和谐 日前停止竞选活动 不过这一天他也到了 还按苏家全有说有笑 到底谁出马 就等党中央一句话 民进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愿意为党而战 也愿意到党指定的地点 我个人没有所谓的意愿问题 我们完全接受党的一个征召 如果党要我们去参选 那我们就义无反顾 如果党要我们来辅选 我们也绝对会全力来辅选 前后任秘书长都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谦卑 但台中都势必是两党对决 到底有谁领兵府应战 支持者都希望能赶快确定 明星文众报导